他的陵墓至今依然是个谜 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 他征战长达数十年 南征北战几乎未曾败继 他征服了广袤的徒弟 是蒙古帝国的缔造者 可是直到现在呢 他的陵墓到底在哪里谁都找不到 很多古代帝王的陵墓都宏伟气派 并且呢位置很明显 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区 比如说秦始皇的皇陵 武则天的乾陵 朱元璋的明孝陵 还有我身后乾隆皇帝的御陵 那么究竟是谁的陵墓至今没找到呢 他就是成吉思汗 因为游牧民族的宾造文化非常的奇特 蒙古国帝王在丧葬制度上 和封建时期呢有不同 他们讲究是秘葬 就是当时呀成吉思汗呢 建造陵墓的士兵和工匠 在完工之后呀全部被杀 一个祸口都不能留 再建完之后呢 会有一群士兵骑着马 将领悟周边的土地踩平 并且呢在当地开户 等过了三五年之后 上面的草皮呀逐渐被恢复 这个马队呢才能离开 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个疑问 那如果他的后人想去祭祖成吉思汗 怎么才能够找到这个位置呢 于是呀古人很巧妙的 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手段 这是用两匹骆驼 一匹是母骆驼 一个是母骆驼的孩子 那么他们呢在领域的上方 把小骆驼直接杀掉 然后呀再把母骆驼呢牵回去 因为骆驼是非常重感情的动物 他会永远记住自己孩子的味道 在第二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修着味道再找到小骆驼死的地方 找到之后他会因为思念他的孩子 直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连拉都拉不走 所以呢只要到了祭祀的时候呀 就会用母骆驼来找到陵墓的位置 再来进行祭祀活动 然后呢再把他拉回去 以后每年是依然这个样子来祭祀 但是问题出来了 那母骆驼他不可能永远活着 等母骆驼一死呀 这个陵墓呢就彻底找不到了 所以说曾经思汗的陵墓 至今他依然是个谜团 还没有找到 关注木子每天为您分享 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里就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被攻破的山西底济城 它被议为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 当年李闯王的大军刀劈俯砍过 居然鬼子用大炮呢 都没有轰开他的城门 四百多年来经历过地震 洪水等天灾人祸 附近其他五十多座这样的城堡 现在呢几乎呀都变成了遗址 那为什么偏偏这里能够保存下来呢 关注木子今天啊就带您进去看看 古人是如何建出如此坚固的建筑瑰宝 出发 您看看 这城墙也太高了吧 它足足呢有十多米高 其实呢这并不是它最高的地方 其他上面的高度呀都在20米以上 从外面看呢跟其他城墙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以青砖砌柱的 而从城墙内侧看呀 咱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干锅和石条混气的这个特殊结构 那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排列的干锅呢 使人感觉这才是真正的蜂窝城墙 这座400多年的城墙用固若金汤都不足以来形容它 那么据说这里面呢布满了机关密道 咱们头一次来到这的人呢一般都会迷路 您快看这里就是铜墙铁壁了 咱把镜头呀拉近可以看一看 底基层呢最独特的就是这里的干锅城墙 您看这上面有一个个的圆筒呢 它就是干锅 那家人会问了说什么叫做干锅呢 当地在明清时野铁铸造呀非常的发达 仅在阳城泽州出产的铁呢 就占到了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分量 这个就是古代炼铁的时候 铁水融化出之后呢 把那个铁水倒出去 剩下那个铁桶 古代这个炼铁技术呀当时非常的发达 干锅呢当时基本上一次的 所以生产大量的干锅 这些废弃的干锅呀 如何处理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随处扔吧 它都是垃圾污染环境 对方一块呢又占地方 所以修建城池的时候呀 他们用砌柱城墙既节省了建筑材料 又利用了非物利用 可谓是一举两得 然后呢当时用沁河水冲下来这个鹅卵石再雷起来 看到没有 中间的缝隙呢用的则是将野铁的这个废渣 石灰活到一块加固 时间越长 墙反而越来越坚硬 咱们这个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比较粗糙的部分呢 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铜枪铁壁 整个城内的街巷呈钉字形口袋状 街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就像迷宫一样有进无出 不熟悉的人呢 一头钻进巷口呀 就会迷失方向 每个巷口呢 在这个地方一般都会设有一道门 而且每个院落呢都是按门相通的 宽度仅仅只能是一人通行 为的就是迷惑敌人 您发现没有 在这里住房的下面呀 他一般都是没有窗户的 几乎呢 他们当时人是住在上面 而且上面呀 一般都会有窗户 会通过上面的窗户呢 观察外面的一举一动 这就是沁河大铁牛了 他也是当地人的 精神之助 有这样一句话说的好 摸摸牛的头 一辈子不发愁 摸摸牛的尾 顺风又顺水 今天穆子呢 在这里呀 从头 摸到尾 祝福大家 顺风又顺水 收到了吗 收到了 在评论区打一波 顺风顺水 咱们看看底极城的独特地理位置 古人修建城池 一般都会遵循藏风地气 是用天时地利这么一个设计 而底极城呢 却反其道而止行之 它地处太行 太越 中条 三座大山的中间 漆河从三面绕城而过 在千米宽的这个漆河中间 利用一块天然巨石 作为城池的地基 恰似抵住中流 自古以来 这个底极城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方圆几十公里的地下 都藏着宝藏 在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的野铁技术非常成熟 铁器的广泛应用 润城就成韩赵两国的必争之地 到了明朝时期 这里的野铁铁铁技术 他们就达到了高峰 同时呢 也出了很多的富商大股 而到了明末清初天下大乱 当地富商百姓多次被流寇袭击 为了自保呢 免受流寇之苦 当地老百姓在支县杨浦的带领下 就修建了出一座铜墙铁壁来 这样的独特修建方式 在全国呀都找不到第二处来 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瓮城呢 都是汉城 但是这里 底级城却大不相同 这里呢 它是一座水城 如果敌人从水上进攻 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整个城池呢 是三面环水 靠石这边的城墙呀 有20米高 不仅能防止洪水 还能更好的抵御攻击 在重要的建筑中呢 都是建有瞭望楼的 随时呀 可以观察 敌人的动向 居高临下 外面风之草动呢 他们都能够掌握的一进二出 在这下面呢 还开了一个水门 整座底级城啊 除了前面的门呢 再也没有其他的入口了 水门一关 隔绝那位 一具底级铸城台 三面水绕 门难开 麦气造就多其景 风华会翠 出人才 底级城地下 地上 空中三位一体的防疫系统 这才是真正的固若金汤 铜墙铁壁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关注木子 为您分享更多的知识 快看 这就是被译为 华夏石雕第一寺 五台山 龙泉寺 它被称为石雕 一束宝库 悄悄地告诉您 这里面呢 还有三件宝贝 却很少有人知道 那么到底是哪三件呢 关注木子 今天呢 带大家一起去揭开它 神秘的面纱 走了 龙泉寺旁边呢 这里啊 有一口泉水 也称之为龙泉 传说曾经呢 这里有九条龙 在此作恶 后来文书老师呀 将它们降服之后呢 压在了山下 从此呢 可以看见九条龙的影子 经常在水中游来游去 寺庙因此而得名 这就是龙泉寺的第一件宝贝 它镶嵌在了成八字形的青砖 罩壁之上 由整块汉白玉 镂空雕刻而成 它也是整个五台山 主要寺庙的写意图 中间呢 这个葫芦形的一个宝塔呢 代表台怀中心的大白塔 中下端的大殿 则是中台顶的眼教寺 西北角呢 殿外呀 一个人在叩头 代表的是佛母洞 那么东南这呢 是一个山洞 洞中呀 有座像 标志着观音洞 当时共有 明罗佛和楼阁 代表着西贤寺 这座石雕呀 刻工精细 构图巧妙 堪称一绝 想要看到龙泉寺的第二件宝贝呀 也是最精美的宝贝呢 咱们呢 就得登上这108级台阶 在寺庙里面 这108级台阶呢 代表人生的108级烦恼 今天大家呀 跟随墓子呢 一起踏过这108级烦恼 从此 你的人生皆是坦途 这是龙泉寺的仿木质石牌楼 构造是四柱三门三顶 中高两低乘一字形 石牌方顶部呢 是仿楼而建 分上下两层 四柱乘方形 插入了十堆之内 每个人方柱呢 有两根圆柱邪称 历经80多个春秋了 依然纹丝不动 牌方氛围呀 基石 豹柱 斗拱 还有瓦顶 脊兽 无一不是精雕细客 还有人寿 花卉 流云 山水等 都是玲珑剔透 整体呀 是雄伟壮观 巧夺天工 据说是由公教 胡明珠等 用了六年时间才建成 这个牌方上面呢 刻有 骏灵 肖汉 背面刻有 妙通 玄机 您往下看 正面呢 刻有 佛光普照 背面呢 刻是 法界无边 左两旁呢 分别刻有 共灯彼岸 会复龙华 背面呢 还刻有人天同归 同入悬门 牌方上呢 共有89条蛟龙 活灵活现 人物表情 那是 栩栩如生 让人看后无不 交口称赞 三探工匠呀 高超的工艺 这就是第二件宝贝 龙泉寺的第三件宝贝 是武台山的 高僧普吉木塔 普吉和尚是 清朝光绪年间 武台山著名的和尚 在他三十七年的 和尚生涯中呢 休假了18座 大大小小的寺庙 功德显赫 民国的第一年 1912年6月份 普吉禅食元祭 里面呢 就有普吉的舍利 塔上呢 还刻有普吉和尚 青年中年老年人的形象 这是因为普吉生前 自称是弥勒转世 所以弟子呢 特意在上面 刻了弥勒佛 岁月悠悠 时光在这里沉淀 洗尽了千华 清度流年 沉淀自己的心灵 享受生命的静美 关注墓子 每天为您带来 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